大家好 升旗得到 今天是2022年1月15日 星期六 我們這節繼續跟大家說香港新聞 這節要說的是贏粒糖 書姦廠 發生甚麼事呢 話說第五輪防疫 抗疫基金 就是出來了 政府打算 用麥加登的招式 叫做狂派 打算用狂派錢 就是掩蓋現在的政策的失誤 失利 一方面 就是不斷割喉 幫藍絲放血 另一方面又跟你說 我們用抗疫基金給你錢 到底他們在做甚麼呢 我們完全理解不了香港政府在做甚麼 我們會先跟大家說說這個防疫基金的 派發 的做法 然後再跟大家說為甚麼 這個叫做 贏粒糖 書姦廠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大家留意我們本台節目將會 優先在星期二日報廣播 因為星期二日報已經成功 重新申請就可以賣廣告 星期二得道節目和星期二新聞集團的節目 就會較後時間播出 希望大家集中火力到星期二日報 幫我們繼續看廣告 繼續看節目 繼續幫我們打開 節目清單 無限loop播放 也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繼續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還有本台的新聞 繼續建設性留言 開Google戶口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 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 請大家幫幫忙 還有 繼續幫88賣廣告 88王店需要大家幫忙 那麼 那麼 根據88個老闆跟我們說 他應該的租約 就快到期了 其實他做完就不會做下去了 希望大家 結業前去光顧一下 我經常都忘記了說 其實已經提了我了 因為我們每天有太多個時項要宣佈 還有就是2月4日約實大家 英國波蘭街 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 我們年初四跟他贈慶 請大家買好車票 我們約在倫敦見 我們應該去完示威 應該會有一個聚會 暫定 我們現在還沒想到場地 還沒找到一個好的地方 有消息我們就會公佈 請大家盡量出席 大家記得這個是示威活動 示威活動應該要做的 準備功夫和防範 請大家做足 現在就是防疫基金公佈 忽然間各行各業都能夠拿到新的資助 這次第五輪防疫基金的數額是35億 7千萬 資助就是由下個星期開始接受申請 好了 其實 絕大部分的資助額並不是資助業界的僱員 全部的資助金額 全部都給了僱主 換句話說 香港政府最喜歡就是做這件事 就是 傑貧制庫 再一次就算是防疫政策也是一樣 打工仔要死啦 說得你啦 食市照裁員 食市照裁員 還要派防疫基金 給 食市老闆 這是甚麼邏輯來的 你怎麼挽救業界呢 香港真的很恐怖 香港繼續打劫市民 幫助老闆 除了小部分的行業 是直接 僱員能夠拿到資助之外 這些行業包括旅遊巴司機 每個司機 合乎資格的話就可以拿到津貼3350元 真是慘了 左申請右申請都是拿到你那3千多元 健身教練拿5千元 為甚麼健身教練比別人高那麼多 校巴司機和保護車又再高一點 可以拿到6700元 領隊和導遊 就可以拿到7500元 其他的就是餐飲業 美容業 他們那些店舖 可以拿到最多150萬資助 如果 就是700平方米以上的食市 最多就可以拿到25萬的資助 結果就是 連鎖美容院和按摩院 拿的資助多於這個食市 食市要700米 平方米以上的才能拿到20多萬 其實大家 心中有數 懂得計數就會知道 大家看看 司機可以拿到一次性津貼 是3350元 而那個校巴司機 保護車拿的是6700元 領隊和導遊 厲害了 拿到7500元 以上這些 數目 全部都是一次性的紓困措施 試問你 下個月 用不需要吃飯呢 這個月失業 這個月結業 租金又要交 下個月用不需要吃飯呢 竟然現在那麼大手筆 只有幾千元 給誰 誰救救救命啊 於是這個就引來最大的 反對派 姊梅就是 全力炮轟 大家應該知道是哪一份報紙 如果有聽過這個節目 我們有介紹 這是新反對派報紙 目前反政府的最大姊妹 做了一篇社論 政府給粒糖 百業輸奸廠 這麼juicy 過癮 怎麼可以不跟大家分享呢 政府今天宣布第五輪 防疫抗疫基金 簡稱基金5.0 餐飲業界以及受影響的15個類別 處所因為停業的原因 預計可以獲得 基金補助措施 有消息指 政府今天公佈的基金5.0安排 同時 將會公佈再延長收緊防疫措施 14天 換言之 農曆新年繼續停業 農曆新年 金唐食 那怎麼會不死呢 那些 食股 最好做就是年尾 現在你這麼晚吃股 那有甚麼用呢 防疫也防不了 你不是謀殺是甚麼呢 有關的資助金額 也 比上一次少了 上一輪第四輪 於是 業界繼續叫苦連天 要求政府繼續提供援助 也有業界的聲音說 即使是有這樣的寶座 但是連關難過 情況 真的是收一顆堂 沒有了那間廠 好了 又跳一跳一段 實際上 政府 一早就打了這個開口牌 就說這個基金5.0 將會以第四輪 防疫基金作為難本 主要 資助的是受影響的行業 僱主 即是 不是受影響的行業 是受影響的行業僱主 受影響的行業的人士 他們就不理會了 這個經濟有甚麼可能會不崩潰呢 誰出來消費 我真的很想問 林鄭月娥 市民的糾嶺也沒有 不死 外界相信 包括餐飲業業界 以及受影響的15個類別 裏面的處所 包括酒吧 健身室 浴室 遊樂場以及派對房間 就可以獲得資助 但是至於金額方面 由第四輪防疫基金推出的時間 業界 已經停業了超過100天 換言之停了幾個月 現在新一輪的基金資助的金額 還要少於上一次 最多 只是假設你停業28天 你說多好笑 林鄭月娥就刪除了 做生意 不讓你做100天 但是假設你停業28天 就給你最多28天的資助 即是 黑扣他 總共是72天 的收入 有哪個 有哪個界別可以頂下去呢 請問 不好意思 你給28天 的停業 但是人家的業主 收足他100天的租金 這樣 商家怎麼會不倒下呢 所以你說這些是甚麼政策來的呢 還要動用公帑來這樣做 不要緊 也告訴大家 其實香港的庫房 我們應該都拿不到了 我們的庫房不斷被人打劫 不如 早點讓他快點燒乾 這個 批發業和零售業大受影響 但是一點寶座也沒有 就是這個假立法會議員 邵家輝說 現在禁止堂食 指問大多數是晚上6點之後 根本就不會外出 因為飯也沒得吃 使得零售業 大受影響 當零售業 生意大跌的時候 批發 不可能不受影響 因為 大家根本就是相關的 所以這個政府 對於業界的幫助 其實相當不足 他希望政府 最低限度派發電子消費券 用來刺激經濟 這次 搞防疫 重災區就是飲食業 飲食業 估計的損失已經達到50億 所以整個 防疫基金 加上其他界別 也能推出30多億 還要 飲食業 不是拿了30多億 換句話說 你算一下 到底其實飲食業 不見了多少錢 所以這些 防疫基金 表面上就好聽 實際上是杯水車身 其實 拿完粒糖之後 廠商也會沒有了 那些藍絲怎麼會不叫苦連天呢 我們也相信 香港政府也不可能無限制泵水出來 所以也是那句 不如快些攬炒 讓他快些泵乾庫房更好 到時看你乾了庫房之後 香港政府還有甚麼東西 去補助業界 我們真的很有興趣想知道 結果根據最新的訪問 做了調查 訪問了106間餐飲業 公司 裡面 有44%的餐飲業 的會員說 現在將會大量裁員 也有26%說要有緊急貸款 也有10%說現在索性會結業 又或者需要休市 所以換句話說 整個餐飲業 被你弄死了 林鄭月娥 你高興了嗎 也有 60%的受訪者 說他們營業額的損失 已經超過50% 所以換句話說 你推出甚麼措施也沒有用 其實現在這個餐飲業 可以說得上是死硬的 那麼搞法 那麼搞法 香港真的想不死也挺難的 那麼搞法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繼續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幫我們無限的播放 記得幫我們欣賞風景片 我們有新消息 會在第一時間公佈 請大家努力繼續頂住 我們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推出那些 宣傳